我跟你講啦 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有 以民進黨的個性 早就敲頭打鼓了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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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的 阿公的 阿納阿納 這是我們的國安局的副局長 也是一樣 這是11月投票前 中國介入選戰輿論問號 國安局無需懷疑 那案子呢 案子呢 我不是你在立法院講完 我第二天就問你 已經隔了快半年了 你在幹嘛 賣假啦 國安局跟第二局都賣假 你們是在幫民進黨服務 如果有 當時分了四個他之案到地檢署 不同地檢署 四個案子 你告訴我四個案子在哪裡 都不成案 早就簽結了 如果不簽結 如同我講的 他早就敲頭打鼓 這是馬政府的壞習慣 馬政府當年執政不利 所以2014 2016 輸得非常慘 執政不利怪媒體 馬政府的壞習慣 現在換蔡政府 也是執政不利 2018輸這麼慘 一樣也是怪媒體 那這個昨天蔡總統說 4月7號是我們國定的言論自由日 其實非常的諷刺 你看喔 黨政軍有沒有推出媒體 余天還在華視當主持人 黨政軍有沒有推出媒體 簡直莫名其妙 黨政軍有沒有推出校園 準政治職業學生 這個是賴岳謙教授在中國時報專訪講的 準政治職業學生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民進黨在校園裡面安排這麼多人 所以你看那個前幾天啊 不是要挺小英嗎 也都是各學校的準政治職業學生 我有加個問號 出來說要挺小英 那NCC之委不想幹的不如歸去 媒體被威脅 我不換照給你 這個叫做言論自由日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的諷刺 主持人我的結論 一句話就好 包括蔡總統 你執政這麼爛 根本不需要用假新聞 你明年就被政黨輪替了 根本不用用嘛 你做得不好啊 幹嘛用假新聞修理你 我照正常新聞走 我都不要加要天處 你2020 你自然就政黨輪替了